说到娱乐圈里面的模范夫妇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七薇和李晨炫了吧 七薇和李晨炫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他们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女儿 名字叫做小Lucky 中文名字叫做李乐齐 这个名字呢其实很有意义的 估计好多人都没有想到吧 其实七薇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爆料过 他们当初给小Lucky上户口本的时候 实在是太匆忙了 而李晨炫从来没有想过 要给小Lucky取一个中文名字 所以在上户口本的地方呢就集中深志 想到了李乐齐这个名字 寓意李晨炫永远爱七薇 不得不说李晨炫也是一个村民的人 连给小女儿的名字里面 都是寓意着对妻子的爱意满满 生下孩子之后的七薇呢 在家里一段时间之后 就有很多人隔着屏幕喊话七薇赶紧付出 但是要知道李晨炫和七薇 两个人的名声都在外 都十分的受大众欢迎 两个人如果都在事业上拼命努力的话 小Lucky很有可能会成为家中的留守儿童 于是七薇跟李晨炫商量之后决定七薇出去打拼 李晨炫在家中担当全职奶爸 不得不说小编还是挺敬佩李晨炫跟七薇这两个人的 要知道在这个大男子主义横行的中国 有哪几个大男人愿意抛弃外面打拼的事业 在家中担起全职奶爸的责任呢 他们两个能够做起这么大的决定 也说明他们俩担得起这个决定的后果 所以在李晨炫在家中带Lucky的前段时间 很多人都骂李晨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然而七薇呢 却经常在综艺节目当中站起来为李晨炫解释 隔空喊话 家庭主妇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职业 相对于在外面简单的事业来说 家庭主妇的重要性更加大 谁知道在七薇出现的坚持下 小Lucky健康的成长 现在呀很多人能够理解李晨炫的难处 甚至现在对李晨炫能够把小Lucky带的这么大 又是健康有活力感到欣慰不也 所以李晨炫和小Lucky啊 基本都是吸引的妈妈粉和姨妈粉 李晨炫对外界的舆论呢 一直都是处于坚持出心的想法当中 不管外界的舆论多么大 他都是坚持要带好小Lucky的 除了某些综艺节目的邀请 李晨炫几乎可以跟小Lucky一直带在家中 可以说是寸步不离呢 我想那小Lucky对于妈妈七薇的称呼是七哥 说明七薇在家中的安当的职位 也是一个爸爸的职位了 七薇在圈中女强人的称号一直都是公认的 也不足为怪了 而如今小Lucky已经长大 小Lucky也可以上学了 李晨炫撒娇娇娇娇再生一个女儿 不料七薇的回答李晨炫激动不已 七薇说早就有这个想法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再来一个小陈炫也是可以的呀 李晨炫赶紧说儿子女儿都可以 但是觉得女儿更贴心 小编最看好的就是李晨炫和七薇这一对了 小编希望他们家能够长长久久